我挺贊同Teddy的做法 因为你要跟流行时事的话 尤其是跟年轻人的话 你要跟他们一起去拍这些影片 你才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因为像我自己 有一个侄女 她已经高中了 我开始听不太懂 他们说的什么流行用语 有时候我跟她讲话讲一讲 她会说什么 什么流着泪怎么睡得着 她会回我一些年轻人的话 我都听不懂她讲什么 我就决定要跟她一起拍抖音 但我必须说 为什么Teddy是对的 因为虽然拍这些影片的 那个羞耻度很高 但你绝对能够一拍 马上融入你的身边的年轻朋友 看一下 但我跟我的子女 有一阵子流失那个男换女装的抖音 好可爱 还蛮可爱 很可爱 那种亲子的 很可爱 很可爱 对 就是这种 甚至有时候那个 下面网友还会留言 以为我们是情侣 就会反做一点点 变年轻的那种虚荣心 然后刚才那影片不是最后有个毛衣吗 然后因为我们是 找不到那种很成熟的衣服 我就去我妈妈的那个衣柜头 所以你会透过这些过程 跟那些 比如说子女或年轻的朋友们 会有一些过程 制造有一些过程其实蛮有趣的 后面有被妈妈骂了 因为把那个 称坏了 把那个毛衣弄跟那个糯米长一样 但是蛮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互动 真的耶 我现在前阵子不是带小朋友去韩国吗 对 他们现在真的都要靠他们了 韩团流行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去哪里买的 他们对 然后进去一家电影室说是 不知道谁代言的 然后他们所有青少年全部说 哇 好幸运想住在韩国 然后后面一排妈妈就这样 看不懂耶 真的看不懂 因为其实我的 我做服装嘛 那我们公司的平均的一些销售 年纪都大概二十几岁 所以其实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要带他们 要管他们 其实就要融入他们 因为做流行跟韩风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就会发现 他们听韩国的歌曲 然后我就会开始 反正我都要运动 要去学跳舞 我就干脆去学韩团的舞蹈 那我就觉得说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五十五岁 我去跳那些舞 我就会觉得说 真的得到很多年轻人的认同 就是说 你好棒 跳得很好 对啊 老额不修 你看 喂 你又不修 你又不修 变脸 没有 但是我觉得 跳起来你就会觉得说 你懂得他的卖点在哪里 特别无知心 对 这是你的影 这我自己在练习跳 哪一个是你啊 后面的那个 黑色的一个 对 那个老师好 好Sexy 那个老师好调 真的 对 因为他就是调 所以就很多学生 对 然后我觉得去学这个以后 像人家前阵子不是要抢 那个 那个 白拼的演唱会吗 我三天都抢 都没有抢到 对 所以就其实就会觉得说 好啦 有尽力就好 但是我会觉得是说 我们在做流行的人 有时候你就要去体会他 那你才知道他的卖点在哪 你看现在韩国整条街 全部都在流行穿那个 Aug的鞋 然后它是拖鞋 就有点像那种 英国人会在家里穿的那种拖鞋 前面包起来 然后底下是薄的这样 很贵妇的拖鞋 现在韩国路上全部都是 他们就很容易 比台湾更容易一窝蜂 对 像他们最近也都在流行 那种Polo老的 老的衣服 Polo的骨酌 然后或是那种 Polo山算骨酌 类似像这样子的毛衣 但是是Polo的 那个年代很多这种 80种 就比较传统成熟的一种 或是像他这种外套 但是是Polo的这样 就是这种style 所以你是骨酌 我是 有跟到吗 有跟到 跟很紧 其实像这种 像这种行为 我们经理学叫做 从众行为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 那就像刚刚叶婷姐讲的 就是从众会获得两种主要感觉 一个是归属感 一个是认同感 而且你可能可以去体验 年轻人的生活 但大家可能就这样跟风正好吗 有人会说每个跟风 后面都有他各自的寂寞 可是实际上 有些跟风是很好的 比方说政府可能用这种方法来 做一些卫教或宣导 比方说德州那个时候 市民都在乱丢垃圾 然后怎么劝都劝不好 后来就找来一个球星 就把那个铝罐 然后弄破 然后说你要制造德州的脏乱吗 我们可以维护德州的干净这样 就光是拍这个广告 很多年轻人就开始模仿 他在那边折铝罐 丢垃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 就那个德州的垃圾量 就减少百分之七十 所以其实如果好好运用从众的话 或许反而是一股力量 没错 其实就像是我们都会找一些 年轻人的偶像 就是去拍一些反毒大使 或是反烟的 戒烟的这种公益的活动 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影响力 能够来创造一个流行的正能量 那还有哪一些觉得累 然后会这种臭热闹的行为 请问一下右远 好 最后要看盘网上的第一名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各种节日都要过 派对就是开好开满 这占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有望就分享了 自己有一个朋友 真的是拖网 什么party他都可以去 而且什么样子的聚会他都有 一开始想说跟风跟着他 到处去凑了那种也很好玩 不过没有想到花钱如流水 实在是口袋空空 最后就是有妹的局再去就好了 也是啦 现在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吧 那叶玲姐的小孩 应该也很难到处四处这样凑 可是她小孩也大了 我小孩很大了 可是我从小就像刚刚开始我讲 我不是带他们追明星 我带他们追的是球星 那其实他们从小就爱打篮球 所以只要有NBA的球星来的时候 那他们有时候就会找一些艺人 一起去看球赛 我就会问制作单位 那我们会看到那个球星本人吗 他说会 他说 那可以要签名 他说可以准备 但我们不敢保证 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要给他签名 我一定要拿他们的鞋子 或是衣服 对啊 那这样才有诚意 拿一个板子 就觉得没有什么诚意嘛 对不对 我就为了那一场 他们可以去后台看Howard 我就去买了他的鞋子 保温瓶 没有 买了他的鞋子 原来太不早又有了 买了他的鞋子 而且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我的小孩还很小 其实他的鞋子还穿不到10号半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尺寸了 我就说有什么尺寸就买什么尺寸了 然后那我已经疯狂到说有就买 那我就想说怎么这么贵 这一双要那么贵 六千多块 然后我一次用两个儿子 明星代言的联名款的 对 他就说 妈妈 我跟你讲 在球场上保护你的 小孩的脚不是你 是这一双鞋 好贵喔 拿出来就刷下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 那我今天晚上要去 带小孩去后台见Howard 我一定衣服也是买Howard的T恤 然后鞋子也是要买Howard的 给他签名才有诚意嘛 所以就这样子 我就败了两双鞋 对 就败两双鞋 而且我他签在哪里 在这里 他对他签在哪 很有信念价值耶 对 好棒喔 好有价值 对 然后也是都没有穿过的 然后 你现在这双卖掉 我就爆掉了 真的吗 赶快帮我卖 因为他现在没有很喜欢 来 给他换我看 OK 不好意思 Howard现在在台湾看得到喔 这一双这一双的签名在这里 对 你这个要拿去包模了 要包模了 还有今天价值 然后 对 所以其实我也有跟风到 还有一个笑话 其实我朋友也是说 我跟你讲 我是信用卡VIP 所以呢 因为那有一阵子就是林书豪热 对不对 超热的 然后他们就会被银行邀请到台湾友谊赛 然后他就说 我跟你讲 我是银行的VIP 他跟我讲说今天晚上他演出呢 就友谊赛呢 我们可以跟林书豪照相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可是有人数限定 我只能带小孩子去 我说好 你带他去 你带他去 他说下课我就把你小孩带走了 然后就很高兴 他们就穿着球衣 然后就很高兴去 去了天母的篮球场 然后回来 我说怎么样 他说 妈妈是跟林书豪的 那个人形立牌照相 那个不是跟他 那个不是他本人 不是 是人形立牌 我这样看起来很像是他 他做得很立本人 他是跟人形立牌照相 对 这有什么好需要银行VIP 对 因为要有银行VIP才能进去 银行VIP也才人形立牌 对 我好想知道是哪家银行这么幽默 对 这么幽默 所以这很会退卡 这都退出来了 换家银行 我真的会退卡 就上传社群很酷 我跟林书豪拍照 真的 没有 林书豪来我家 对 那时候就是林书豪热 然后那个人形立牌是他做到他的身高 对 所以比较特别 一比一的 一比一 一比一的 就放在家里说 你看林书豪来我家修电灯 对 把他买回来了 对 我喜欢凑任到的那个类型 是比较稀有的活动 像比如说NBA巨星来 我觉得这个算蛮稀有的 那我前阵子我很想去台东的那个热气球节 因为它是每一年或是 路野高台 对 世界各国 路野高台那里 去举办 我就超想要去看的 但我一直没有机会 因为他买一段票太贵了 而且你买不到 就像演唱会一样 然后刚好我一个朋友 同剧的演员 一个男生 他刚好我们拍一拍 他要回去帮他爸爸过生日 他们老家刚好在台东 他就买了那一个 因为在地人 他就买了那个 热气球 热气球套票 就全家一起去这样 我就真的很想去 我就问他说 你是台东在地人 那你们买了那个热气球套组 大概几个人坐 就是 试探他有没有多的位置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说 好像有多出些位置这样子 在热气球外面这样 丢在外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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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到 刚好能不能就是 去蹭他一下 因为我跟他蛮好的 但是又有点奇怪 因为他是家族聚会 又帮爸爸庆生 而且他跟我说 对 你去干嘛 台东是他外国家 他也没带过任何的朋友 或是女朋友回去过 所以他就很怕家人会不会想太多 就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你是朋友还是女朋友 就是一个外人 超级奇怪 但我就真的很想去那个热气球 我就说服他说拜托 那因为你 我们从彰化开车到他的台东的老家 要走那个墾丁那边过去 我们Google看他们差不多六个小时 所以我就说 你这样自己开太危险了 我帮你分担我 因为我帮你开一半 然后有钱我们一人一半 我就说服他这样 他说就被我说服了 然后我也 他也如愿的去参加了 热气球 跟他父母跟家族一起 但是 他父母应该现在觉得莫名其妙吧 还是你后来 你后来跟他父母相处了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后来就入罪了 没有 就是真的 我觉得超级值得的 因为他是从那个日出开始看 对 然后看完之后升空 后野高台的这个热气球 已经是有做出一个 口碑 也是世界级的 对啊 臭热闹其实还蛮开心的 是 不过听说臭热闹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看出我们的性格缺点 最后请海太小帮我们做个测验 你身边的朋友如果做哪一件事情 你会最不舒服 那第一个是跟风买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追逐14个 第三个是喜欢为观 第四个是参加聚会 不论你有没有做这件事 身边的朋友做哪一件事的时候 你觉得最不舒服 好 请举牌 这边的朋友 都三耶 三 都三啊 都三啊 好 那我们先从二个开始说 其实这个你最不喜欢的东西 通常是你心中的黑暗面 就是你最排斥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觉得追逐14个 你最无法接受的话 表示你是不喜欢平凡的 你很害怕跟大家一样 你想要跟大家都不同 你在这个流行的尖端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走走 脚底有点刺刺的 因为太尖了 好 你现在在讲笑话吗 你现在在讲笑话吗 那众人呢 众人老师是失了 可能是在走健康步道 对 众人 你要怎么样去做一点小小调整 就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想要赢 有些时候让别人赢一下 那也没有关系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 如果你是属于跟风 喜欢买东西的 你很讨厌这种行为 代表说 其实内心自己可能害怕空虚的人 我之前有贴过一个贴文叫做 空杯症候群 就是你会觉得你内心 像一个空的杯子 不管是塞什么东西都不会买 因为下面有个洞 会不断地露出来 你买越多东西 其实心里面是越空虚的 那这样的人呢 我们会建议说 其实你的人生有一个重要的课题 你正在逃避 透过买东西 吃东西 去跟风 然后去逃避你真正重要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 参加聚会可能大家说 朋友约啊 然后就一起揪啊 一起相聚啊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选这个 通常你是内心很害怕孤单的人 你会希望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可是聚久你就会发现 跟大家聚一起 你反而会有一种 一群人的孤单 就虽然在人群当中 可是还是会觉得 有点落寞的感觉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会建议说 你给自己一点时间 有些时候跟自己相处 可能反而会更自在 那在场大家都选三嘛 对 三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你们看起来 是不一样两群人嘛 对 根本都是一样的 那是哪一种呢 喜欢围观的人呢 就是有一种错失恐惧 错失恐惧是一个心理学的 专有名词 就是说 你很害怕失去一些重要的讯息 如果别人知道 你不知道 你会有点小担心 你希望跟大家都知道 同样多的东西 那像众人呢 我们会建议 人生本来就有得有失 你花什么时间 在选择某些资讯 你就会错失一些资讯 所以不用全部都到手 只要去守你的防守区域就可以了 OK 台东新书 因为有黑暗 我们才能在彼此生命里靠暗 那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真的 我觉得不要盲目凑问 那了解 现在流行什么 也不是一件坏事 对不对 可以多学学 反正活到老 学到老 对不对 长保一颗年轻的心 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啦 因为你不知道 不是每一个流行都适合你 像最近就流行没有眉毛 你敢试吗 对 所以就找自己适合的就好了 今天谢谢大家的讨论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欄 按赞 留言跟投票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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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来 我想看到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要哭啦 看到你 要哭啦 要哭啦 看到你 看到你 就是现在 拖拖 就站在这里 一副勾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吗 假设我有媳妇的话 我是OK的 你 小姐不吸地 24小时不断線 抢檔综艺节目 热映中搜寻 东森娱乐台